哎呀,太香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黄秋库 那么前面下班回家呢,发现好像我爸妈来过了 给我烧了两个大荤菜 那么他们可能也是担心他们搬去郊区之后啊 我这个温饱问题可能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啊 每天下班回家呢,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啊 可能就是炒一个小荤菜,再炒一个小素菜 下点面条或者是烧点饭这样子吃 这个厨艺方面呢,还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 可能长期下去啊,他们怕我这个营养不良 好了,那么废话不多说 带大家看一下他们过来给我烧了什么好吃的 给我编了点肉丝 还有烧了几块红烧大排啊 这个大排怎么样,看着还可以吧 上海味道啊 还带了一点水果过来啊 这个是金菊啊,应该是 还有一箱水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啊 然后这道大菜是我爸烧的 师从我奶奶 诀窍就是要用这个祖传的土锅 里面有鸡肉,红烧肉 栗子和嫩姜 反正这味道啊是外面吃不到的 非常嗲的 好了,有这么好的焦头 我就下一点面吃吧 其实相比较煮饭啊 我还是更喜欢吃面条 可能也是小时候我爸也喜欢吃面条 然后带着我一起吃的关系啊 很多人都说我家的这个饮食结构啊 像北方人一样 然后下面的同时把我爸下午烧的 祖传的红烧肉烧鸡 挖一点出来 你看就一会儿会时间啊 已经解冻了 先放进微波炉里面解冻一下 感觉油水很足啊 在里面噼里啪啦的 下面的时候我还是习惯性的要放点盐啊 等会面稍微有点味道 好了,差不多了 关火 实在是无法阻挡这样的美味啊 把这个圆汤化圆石倒一点这个面汤进去 然后再放一点中午我爸炒了那个青菜啊 好了,满满的一份美味就完成了 我们看到这个汤啊 就自然的变成了酱油色 然后再配一点小花生 然后我妈烧了那个大排我就不放进去了 因为我现在其实不是很饿 再加一块大排我估计吃不掉了 好了,朋友们 那我就不和你们客气了 我就先开动了 哎呀,太香了 我爸烧了这个祖传的红烧肉烧鸡啊 下次有机会呢 让我爸烧给大家看一看 确实是跟外面味道都不一样的 我这个面条也是下的正好啊 非常的Q弹 尝一口这个红烧肉啊 你看已经是酥烂的 一扯就断下来了 非常的软烂 真的是很香啊 这个肉 然后又夹杂着一些软骨 它这个肉香啊 就感觉 真的是帮饭店里烧出来那种感觉不一样的 还有里面的鸡块 但是烧这个菜呢 你这个猪肉还有这个鸡肉啊 也是选那种比较新鲜一点的 就是稍微品质好一点的烧出来呢 才会比较香 今天我爸烧的这个鸡肉呢 感觉还可以再多烧一会儿 还不是特别的酥烂 再喝一口这个汤啊 酱油汤 哎呀 稀啊 稀的连礼猫都醒了 这一份吃下去啊 真是满满的幸福感啊 雅稀的涌起来 边缩面再配两粒脆脆的花生米 嗯 香啊 哎呀 我爸烧了这么大一锅红烧肉烧鸡啊 估计够我吃个几天了 下面吃 太棒了 好了 朋友们一碗面下肚呢 整个人都感觉散发的热气啊 真的是非常的赛一啊 而且吃面条还很助于消化啊 对于我们这种胃肠道稍微弱一点的朋友呢 还是比较好的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么大家觉得我爸妈的厨艺怎么样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秋库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大家在位